路口出公車正在準備左轉 機車騎士卻騎得好快好快 只是撞上左轉公車 整輛機車卡進公車底盤 騎士摔飛花行 莫及民眾在路口整個嚇傻 手提著包包上前關心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正值上班上課時間的 中和景平路和安樂路口 公車右前保險桿整個撞出了一個黑洞 機車車頭卡進公車底盤 整個壓平可見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當時騎士在景平路往新店路上執行 公車則在安樂路等待左轉 26歲的年輕騎士疑似為了闖過耗直燈 卻在路口處與左轉的公車直接撞上 機車龍頭碾壓車底 騎士的右手骨折趕緊送醫 無毒有偶 北市也發生了路口為了搶快的交通意外 兩輛機車在路口撞上 直行的機車當場翻滾了 一圈 兩圈 三圈 整輛車滑行在地 這起事件就發生在3號晚上10點多 南港市民大道與新華路口 警方初步研判 當時雙方號指都是綠燈 但左轉的鄧姓騎士卻沒有離讓執行車 與靈性騎士就這樣直接撞上 鄧姓女子的右腳骨折大面積挫傷 而執行的靈性騎士也挫傷 後方乘客腳也大面積擦挫傷 兩棲案件都在路口為了搶快 闖燈高速行駛 這下不但到不了目的地 反而還讓愛車毀損 自己也進了醫院 接著蔣紅旗 梅凱婷台北採訪報導